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一份财报,股价暴跌13% 一个月,股价跌去30% 是指抹掉2500亿美元 是什么让特斯拉迅速坠落 这是十年再难遇到的黄金坑 还是仅仅是漫长黑夜的开始呢 其实两个月前,我曾经联储两期视频 就提醒各位看官 特斯拉的业绩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过后来市场整体回暖 也带着特斯拉的股价上涨 一切都看似平静 不过该来的总还是要来的 本次财报过后 业绩上的压力随时弹道 投资者也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 特斯拉究竟会如何发展呢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这是机会还是陷阱呢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深度分析一下 2024年的特斯拉该如何投资 开始分析前 想先反请咱各位看官 帮美特军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下方置顶评论中 盈透证券IB的链接 无需注册 无需开户 单纯点击链接 就是对美特军和团队最大的支持了 盈透证券IB 也是我个人认为 很好用的券商之一 IB的一大特点就是成本低 它不仅交易佣金低 而且融资的成本也很低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那IB的交易平台的功能 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交易 功能期权且方便上手 他们现在还提供 极高的无风险利息收益 你投资账户中的 未投资现金 最高可以获得4.83%的利息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功能 都是为了让咱投资者 能够在交易时 获得更全面的帮助 一上来呢 咱们先简单总结一下 本次财报的关键数据 整体来看本次特斯拉的财报 它可以说是全方位 无死角的不及预期 而且这已经是华尔街 不断下调后的预期了 特斯拉仍然没能达到 像是营收数据 过去两个月 华尔街已经将预期 从27.2个币列 一路下调到25.6个币列 但特斯拉本次财报 却只录得了25.2个币列 比预期还要低 而美股盈利也只有0.71美元 低于预期的0.74美元 而现如今 市场最关注的数据 是特斯拉的毛利率 没有质疑 因为特斯拉去年一整年 都在降价 而毛利率也就一直被压缩 何时能够止血 是现代市场 最为关注的话题 遗憾的是 本次特斯拉毛利率 再度下降 只有17.6% 低于预期的18.1% 而最重要的汽车业务 毛利率也只有18.9% 大幅低于预期的19.7% 对于未来的指引上 本次财报 特斯拉管理层 也做得尤为克制 管理层非常坦率地表示 2024年Model 3和Model Y的红利 已经耗尽 所以今年将会是 慢增长的一年 同时 他们还破天荒地 没有给出 2024年的生产和交付的 预测数据 他们只是在财报会议上提出 2024年肯定达不到 之前定下来的 50%的增长目标了 看得出 管理层正在有意地 压低于期 面对所有的这些困难 马斯克也承认 现在特斯拉 确实遭遇了很多挑战 他也表示 这些挑战 未来都终将会被克服的 不过这却并没有 给投资者任何信心 财报后 特斯拉股价暴跌了13% 统观本次财报 其实不难看出 导致特斯拉本次业绩 拉跨的罪亏祸首 就在于降价 2023年一整年 为了保证销量能够持续增长 特斯拉一直在降价买车 均价降了1万还多 这就导致了 他们的利润不断被压缩 像刚刚结束的 23年四季度 特斯拉总共卖出了 48万辆车 相比于22年四季度的 41万辆车增长了17% 但营收同比却仅增长了3.5% 足以见得这一年以来 降价对特斯拉的影响有多大 而最直观的影响 就在于毛利率的下跌上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特斯拉的毛利率 从22年一季度的29.1% 一路下跌到现在的17.6% 去年四季度 公司管理层层暗示 他们不会再降价了 所以本来市场预计 四季度特斯拉的毛利率 是有望见底回升的 到18.1% 但事与愿违 特斯拉毛利率继续下探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降价 四季度 特斯拉的单车收入 平均为4.35万美元 相比于上季度的 4.45万美元 下降了月2% 不管管理层是如何表示的 数据就表明 特斯拉的降价还在继续 实际上 特斯拉的降价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能多卖钱 谁会愿意降价呢 可是特斯拉 它面临着一个窘境 产能的快速提升 要求他们必须要快速提升销量 来消化产能 如果不降价 那销量的提升 就赶不上他们产能的提升 而积压的库存 最后也都得降价出售 而如果降价的话 利润就会被迫被压缩 尤其过去一年 又赶上高利率 使得汽车这种 大件商品的需求骤减 特斯拉降价的压力 也就更大了 而毛利率 也就进一步的被压缩 关于特斯拉的利润压力 我在两个月前的 那两期视频中 做过详细的分析和预测 相信看过分析的看官 应该都对这次财报的糟糕表现 不会感到意外 不过这些 也都毕竟是过去式了 接下来 我们就主要来分析一下 从现在这个时间点 往后看 特斯拉会如何发展 在如此糟糕的一次财报后 特斯拉是否已经利空出尽 只得抄底了呢 要想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得 一头扎进财报中 去寻找答案 每次我给大家分析特斯拉财报 总有人说 分析特斯拉造车业务的 都是外行 特斯拉的价值不在于此 我其实对于这点 非常不赞同 故事中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能够光靠理想卖钱 而特斯拉之所以能够贩卖理想 最重要的基础 还是在于它的造车业务 而这也是目前市场 最为关心的数据 如果你不能把握 它的造车业务的发展 那特斯拉这家公司 你很难投资明白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重心 还是会放到 特斯拉造车业务的数据分析上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没别的 依旧是它的毛利率 目前华尔街的预期 是特斯拉的毛利率 已经见底了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 因为从各项数据来看 特斯拉未来 很难不继续降价 在供给端 我们需要关注 特斯拉的产能数据 2022年年底 特斯拉的产能为 每年190万辆 到了23年年底 特斯拉的总产能 提升到了 235万辆 涨幅25% 而2023年全年 特斯拉总共卖出了 188万辆车 这基本符合 年初190万辆的产能预期 这说明 工厂在满负荷的运转 同样的道理 现在特斯拉产能预期 是235万辆车 那工厂要想满负荷运转 那么2024年的销量 就至少也要达到 230万辆的这个水平 也就是25%的增长 工厂满负荷运转 是特斯拉的目标 因为只有这样 成本才能降到最低 而造出来的车 也不能不卖 存久了 就会面临减值的问题 最终还是要降价出售 所以说 230万辆车 25%的销售增长 就是2024年摆在特斯拉面前 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那最终能否实现呢 这就要看需求段 消费者是否真的买账了 然而2024年 特斯拉所面临的需求段的困难 可能比2023年还要高 首先 在宏观环境上 美中欧三大汽车市场的情况 都不容乐观 美国的利率还维持在高位 即便下半年有所下降 也很难给需求带来质的提升 而整体的宏观环境 也处于比23年 更大的下行压力当中 需求不下跌就不错了 要想上涨难度很大 而欧洲和美国相比 情况更糟 他们降息会更晚 经济也比美国会更差 中国就更别提了 不仅经济下行的压力大 而且还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 像比亚迪等一众电动车企 都在围剿特斯拉的战场 另一个原因 也是我认为 更为关键的一个原因 在于 政府补贴的减少 这个情况 不仅会大幅的抑制需求 而且也是我认为 最被市场低估的一个风险 在美国 由于Model 3的大部分车型 使用的都是来自于 中国制造的电池 因而 它不符合美国 7500美元的 政府补贴的要求 从2024年1月1日起 这部分补贴 就将彻底被终止了 这就相当于是 变相给特斯拉的车 涨价了7500美元 有投行预计 如果特斯拉 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会导致美国的需求 直接减少25% 而在欧洲 同样的戏码也在上演 最重要的汽车市场 德国在去年年底 就宣布要彻底终止 电动车 4500美元的补贴 原因倒是和哪国制造无关 就是单纯的 政府没钱了 而法国和英国 也分别在去年年底和年中 取消了一部分的补贴 这同样会抑制 特斯拉电动车的需求 最后还有这么一个 特斯拉自身的问题 那就是 它的产品 目前处于一个 青黄不接的阶段 如今特斯拉大火的两款车型 Model 3和Model Y 红利已经吃得要差不多了 而Cybertruck的生产 才刚刚开始 产量上不去 而且价格过高 成本也暂时无法控制 很难在短期内 给特斯拉带来什么 积极的业绩影响 另一款被寄予厚望的 平价车 Model 2 预计要等到明年年中 才能真正投产 也指望不上 所以说 现阶段 特斯拉要想在销量上 持续保持增长 只能靠Model 3和Model Y 这两款车型 事实上特斯拉也在 做一些新的尝试 在中国 最新的Model 3的改版 翻向还不错 未来Model Y的改版 也值得期待 这或许能够给他们 带来一些额外的需求 但总体来看 这仍然无法解决 特斯拉短期内 没有杀手机产品 接曝上涨的问题 现在我们整体来看 供需两端的情况 在供底端 230万辆车 25%的增长 是特斯拉今年 不得不完成的硬指标 而需求端 宏观环境的压力 正负补贴的减少 外加产品的轻黄不接 也使得特斯拉 想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变得难上加难 这些是不利因素 而好的点在于 现阶段 电动车取代燃油车的 这个趋势仍然还在 整个市场 也仍有不少的上升空间 外加特斯拉 两款车型的改版 在新的一年也值得期待 不过整体来看 2024年 我认为 特斯拉所面临的压力 是比23年要更高的 这些利好 还远不及压力 来得强烈 那有没有什么 破局的办法呢 也是有的 其实 现在留给特斯拉 腾脓的空间 已经不多了 它的破局方法 咱们也不难猜出 只不过 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 每条路都需要一些 壮实断腕的勇气 这第一条路 也是我认为 最可能的一条路 就是继续降价 即便管理层层暗示 不会再降价了 但当库存积压 真正杀过来的时候 特斯拉不可能不为所动 即便是不降价 轻库存的时候 也要折价出售 所以降价 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看到 今年年初 在中国和欧洲 特斯拉已经出现了降价 我认为 美国也不远了 而且说不定 只是一个开始 然而 降价不可避免的 就是压缩毛利率 现在马斯克自己也说 2024年成本的下降幅度 已经不大了 规模效应的红利快要吃紧 所以降价提升需求 最终 大概率就是要继续压缩利润 而市场对于这一点 非常敏感 这对于特斯拉的股价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这第二条出路 就是减产 我们说 从成本以及效率的角度来看 满负荷生产才是最优的 但如果车卖不出去 又不得以降价的话 那当降价的幅度 超出了降本的幅度时 也许减产就变成了一种更好的方法 比如高盛就预计 24年 特斯拉的交付 就只有208万辆 也就是说 有将近27万辆车的产能 将会被闲置 不过我个人倒是认为 这种可能性会相对较低一些 先不说减产保利润 能不能真的实现 就是能实现 如果我是马斯克的话 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做 我认为 公司运营 效率和愿景 永远是第一位的 而盈利表现 只不过是短期的摩擦 如果会伤害前者的话 我宁愿牺牲 对于特斯拉来说也是如此 我认为 生产效率的提升 以及更快的占领市场份额 远比短期的利润率 要更加重要 但没办法 市场就是更关注利润率 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所以 一些所谓的正确的做法 反而不可避免的 会导致股价的成压 我现在无法预测 马斯克是否真的会去迎合市场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 我反而会感到失望 当然 还有第三条破局之路 就是去期待 那些导致需求端的 那三个问题 哪一个自己就神奇的消失了 这里有很多 就不是特斯拉自己 可以控制得了的了 只能期待天时地利人和 比如政府补贴 是否能够再度发放 或者特斯拉就解决了 中国电池生产的问题 再比如 利率的下降超出预期 导致需求释放的速度 出现加快 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现在无法预测 只能紧跟市场 边走边看 分析完所有的破局之路 我认为 结论还是很明显的 我认为特斯拉2024年 最有可能做的 就是继续降价 而市场最关心的毛利率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也应该会继续撑压 而对于股价来说 我们不谈明天 或者下周的股价表现 这不是我们这次分析的目的 咱们就从短期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 利润上的压力 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持续给特斯拉的股价 带来压力 如果特斯拉股价继续下跌 或者长时间横盘震荡 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那问题来了 什么情况下 这些压力能够得到好转呢 统观2024年的特斯拉 其实它也不乏 值得期待的利好消息 比如新版的FSD V12的上限 Cybertruck的持续交付 Model 2的进展 马斯克的Option等等等等 但我认为 单纯期待这些利好消息 能够扭转颓势 是不现实的 你不能指望 刚好能赌对哪条 郑重把心的那条利好消息 我认为 2024年 特斯拉是有 扭转颓势的机会的 而要想把握好这个机会 有一条核心逻辑 咱们必须要了解 特斯拉是一家 从不缺故事的公司 而要想让这些故事 真正能够撑得起估值 有一条底层逻辑必须要满足 那就是 它的实际业绩 必须要能够支撑 纵观整个特斯拉股价的发展历史 老投资者都了解 那些故事 真正能够被炒作起来股价的时间 都是背后 有真实业绩改善的那个时间段 像是19年 上海工厂带来的产能提升 21年 需求释放带来的利润增长 即便是去年 也有销量和交付的不断兑现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自动驾驶也好 Robotax也好 兜着机器人也好 才能真正的待起股价 反之 19年之前 特斯拉的股价曾经多年不闻不火 那时不是没有这些好听的故事 只是业绩始终看不见起色 那么那些好听的故事 也就无从谈起对于股价的影响了 出现这种现象 其实是因为市场的主体还是机构 而机构 他们则更关注业绩 基金经理们 他们都是有季度和年度的业绩评估压力的 他们不可能只关注那些几年后的美好愿景 而牺牲短期内的业绩表现 而我们作为参与市场的一份子 就只能接受这样的规律 2024年 我认为最为重要的 就是去紧跟特斯拉的业绩拐点 而真正能够彻底扭转特斯拉推势的那个利好 也会是那些和卖车业绩相关的消息或者数据 而不是那些值得期待的故事 一旦趋势真正得以扭转之后 那些故事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在股价上的价值 我个人是相信年内这个拐点是可以出现的 也许会是特斯拉毛利率的见底回升 也许会是交付数据的超出预期 届时我想对于咱投资者来说 就会是一个明确的投资信号了 那对于眼下特斯拉即将面临的低谷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跳出现在纷乱的市场来看待这件事 其实特斯拉现在所面临的所有困境 完全都是由于机构所主导的这个市场规律所造成的 事实上提升生产效率 降价促销占领市场份额 它是更有助于特斯拉最终实现自动驾驶和Robotaxi等各种愿景的 而为此所牺牲的利润率 并不会对于公司长期愿景造成太大的伤害 机构们也不是不了解这一点 只是他们受制于他们的工作压力 必须要关注公司短期的业绩 也无法承担过高的风险 而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可是机构本末倒置 但你不是啊 如果你愿意投资特斯拉 我相信你就是相信他的愿景的 如果不信你也不该投资这家公司 而与此同时 你又没有投资上短期的业绩压力 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也要更强 那么机构的弱点 就是你的优势 你可以take advantage 用他们只敢想不敢做的方式去赚钱 我们现在了解特斯拉的业绩 是为了摸清市场规律 但真正让你赚钱的是你的vision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特斯拉所面临的利润压力 恰恰是我们投资者最好的布局机会 关于特斯拉这家公司的vision 今天咱来不及讲了 我在我的美头pro上 曾用过多期视频 详细分析了特斯拉各项愿景业务 包括自动驾驶 Robotaxi 斗轴机器人 能源业务等等等等 从技术发展到估值 再到他们相应的风险 如果你相信特斯拉的愿景 但心里还不踏实 该如何面对眼前的这些困境 那么 这些分析视频也许能够帮到你 你只要Google搜索 美头pro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视频最后 还想提醒一下咱各位看官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置顶评论中的链接 这就是对美头军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